大家好,歡迎收看掃千鈞 今天大盤開低走高跌18點 我現在一個大盤 因為受到國際股市 目前拉回的一個影響 那道琼已經連續拉回六個交易日 所以現在當然在整體的一個聯邦理事會 這邊最新公佈會議的一個紀錄 這個地方開始慢慢有那種縮減 所謂QE的這樣的一個規模 所以全球股市當然受到這樣的一個利空 我現在從整個歐美股市到今天雅股 是前面下的一個左市 但是台股今天各位 盤中跌破年限之後 那買盤一進場 那今天各位拉出一個紅棒 所以整體的一個盤勢呢 今天當然它還是在一個區間的一個 大縮鏈區間的一個整理 並沒有破壞掉 所以跌破年限之後各位看到 KED沒有再破底 我相信KED呈現一個背離的一個左市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相當一個重要 我現在在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已經跟各位規劃 跟各位講說六七八 這三個月那當然 這個地方它都是屬於一個盤整的一個格局 我說只要在七五二四這裡沒有跌破 拉回來個別的族群跟個股 你還是要做多 我現在紅軍呢 我這個地方不是說 難道告訴各位 那我放空然後大賺 或是哪一檔股票持續破底怎樣 我現在我們跟各位所講的 就是在每一個階段 我們給各位的那種產業 它的一個趨勢的一個走向 我們不是說在這個地方呢 難道跟其他老師一樣 對不對 三兩天然後呢 就換一檔股票 那所有搶的股票 那這個地方它都有 我們並不是我們鎖定的是在某部分的族群 跟個股 所以呢 我說在這裡 大盤在做大縮鏈的一個整理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這很重要 你一定要在有限的空間 來創造無限的績效 我現在在禮拜二 昨天開封駕嘛對不對 那禮拜二呢 盤壓回來的時候 紅軍我還是在節目上告訴各位 趨勢呢 產業的一個個股 我們還是要趁拉回的時候 那我們來做什麼 做低檔買進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在這裡 你要看的是一個 一個波段的一個走向 不是說在這裡 你只是看這個短線 上的一個漲漲跌跌 就像說 連發科跟宏達電 我跟各位講說 連發科 它的趨勢它是往上 宏達電往下 所以到目前為止 各位你看到 如果你做連發科到現階段 各位 你看喔 從低檔上來 各位 它已經來到高檔的一個位置點 你還眼前指各位 已經創了382的一個高點 所以創新高壓回來 你要怎麼做 你不能殺低喔 如果你殺低 那可能喔 以後呢 這很難再追回來 但是 如果你選擇 你去買宏達電 各位 那現在還在地上爬耶 還在地上在爬耶 對不對 你看它乖裡這麼大 它還沒彈耶 所以我說 最好它是一個什麼 低檔 整理的一個型態 那我們不管說 它會不會在破底 其實在破底 其實空間也有限 但是 我們並不是說 這個地方 那叫各位呢 買宏達電 那等一個月 等兩個月 等三個月 不是 我們要的是說 那現在呢 哪一些族群 那 以目前呢 在整個呢 時空背景 這個地方 它有機會呢 開始呢 然後呢 借起 那我們在 股價低檔的時候 那我們一定要去掌握到 對不對 就像說 年發科 趨勢已經形成 所以我說 盤整轉價差嘛 趨勢完成 那就可以轉波段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觀念 這是一個觀念 我們不是說 這個地方 然後呢 然後 今天呢 哇 講哪一檔 明天又換哪一檔 也不是 而且這個都是呢 持續讓各位去印證的 對不對 像說 在8S3號 我們跟各位講 聯發科的趨勢完成 對不對 但是 宏達電 亮縮指紋 它是一個橫盤整理 所以 你要買 聯發科 你不能去買 宏達電 反正呢 我們是把 把這個機會來告訴各位 那 你認同也好 你不認同也好 到最後呢 用時間 去換取空間 那誰對誰錯 這個地方呢 那也不用太爭論 等 以後呢 你印證到的時候 那又怎樣 你手上呢 完全沒有強勢骨 你都是呢 去弱勢呢 去強反彈 所以很多人 很奇怪 對不對 這地方呢 他很喜歡跌升就買 很多呢 之前呢 我們在持股提檢 二三十檔 對不對 那其實 如果說 我們去幫他的持股提檢 來看的話 他也不是說 當時呢 去買很高的位置點喔 他可能說 他也是跌很深 做買進之後 但是後來股價呢 幾乎呢 還是都是夭著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不是跌升買 那你就能夠賺錢 你強反彈 你的手腳不夠快的 那我相信 你抱上去 要抱下來 要破底 那也有可能 因為呢 籌碼鬆動 讓各位呢 你手上的 這些個股呢 成為 燙手山魚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在這裡 你要怎麼買 怎麼做 這很重要 就像 這段時間跟各位講說 你不要看指數 指數 讓他整理 即使呢 指數呢 壓回來又怎樣 你買對股票 他還是持續在往上 你看大盤又怎樣 對不對 你八月份 你跟我們掌握到 這種趨勢往上的股票 那同學朋友 那你是賺錢 還是賠錢 那當然是賺錢嘛 所以 有錢人是先相信 對不對 但是一般人 是看到了 才相信 但是 那你看到了 你相信了 又怎樣 股價都已經大漲一大段了嘛 對不對 就像說今年呢 我們跟各位所規劃的個股 你都在印證 八月份的Oh my God 包括唐年 有沒有大漲一段 那這一檔 呈現起後呢 我相信呢 最近各位 他突破收斂三角之後 他持續的往上做拉抬 那今天也是很強勢 而且呢 今天呢 二類遺材的一個利多 利多出來 我相信你今天你看到消息 但是呢 那這些呢 一財股 同時我已經在節目上 跟你講多久了 像微創手術的液態啊 對不對 那當時在第一檔 那我們就已經幫各位呢 做好規劃 後來呢 液態呢 從100塊一路拉到142塊 那我說 如果你這個地方 那液態呢 漲四層了 那拉回來你不敢買 我說沒有關係 同樣的在微創手術裡面 那這檔設備廠 成仙起貨 我相信各位 当时还在低档区 宏信有没有让你去追高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每次带各位买股票 我们都是在低档 带你买 但是你们每次看到大盘 或是利空出来的时候 那你又不敢买的时候 那你等到什么 等到大盘直稳 那各国的利多 然后开始一直爆出来的时候 你受不了再来追 就当时三迪列印一样 对不对 十违啊各位 你说你事先买 你会吃亏吗 我相信不会啊 对不对 后来事案证明说 突破呢 那你敢买 那也不见得吃亏 为什么 因为是九个交易日 各位 我相信呢 你的一百万会不会变成两百万 这我们在节目上 印证给各位看 那我们也持续的帮各位 在复制这种成功的 这样一个经验 所以我说 有一些好的产业 那你真的 在这个地方呢 你一定要利用在大盘压回的时候呢 你要做好准备 就像说 第三方支付 我相信我们的研究报告也给各位了 那我们持续的看好了 这一档呢 Oh my God 我也相信各位 那也是从第一档办你做一波之后 那高档把档拉回来 再带你进啊 我相信我们就事先在节目上 然后来告诉你 同志我也没有模拟两可嘛 对不对 那有买就有买 我们就跟各位讲说 那我们呢 那趁大盘呢 拉回的时候 再买回来 那我说呢 在第三方支付呢 9月开始要上路了 那谁呢 他才是最受惠的 除了自观 除了网家 再来呢 同志朋友 这是Oh my God 对不对 所以我说呢 在这里的一个机会呢 你要如何的去掌握 真的相当的一个重要 你看 那我们当时呢 在7月29号 各位 虽然不是带你买最低 但是我讲过 就是要买一个什么 确认的点 那这个确认的黄金买点 等于是一个换手的点 所以呢 在整个趋势线 各位 他持续的往上创高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去掌握到 第一个时间点 我相信呢 能不能够赚钱 这个你印证 洪老师呢 我们在节目上 持续跟各位所讲 对不对 而且这一段上来时候 即使说利空打下来 打到跌停板 那我们也告诉各位 高档拉回换手 所以呢 有波段 我们带你做波段 没波段 我们在短线价差也会帮你做 我相信呢 什么叫做真正的好了买点 各位 如果你掌握到 当天能够赚掌停板 隔天能够再跳空往上 再拉一根掌停 第三天也又是呢 又拉到掌停板 连续呢 各位你看到这四天的拉 四根掌停 我相信各位 那你先赚 那是不是利于不败之地 即使利空出来 你有存粮 我相信你会不会怕 大某告诉你 后市上位明朗 第三方支付冲过头了 真的冲过头了吗 对不对 各位你去看说 标题是这样写 但是呢 大某连显台股 第三方支付包括什么 王家 Oh my God 对不对 他也是看好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呢 拉回来 强势股不会一日反转嘛 所以第一档 打到跌停再买它一次 我相信各位买完了之后 尾盘拉上来 隔天欧富宝跨境网路交易 后准 有没有跳功涨停 但是我说呢 利多出来 股价涨多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先卖出一趟 对不对 卖一趟 先拔档 等压回来 各位 还是要买哦 所以趋势往上拉回来 找机会 那是不是呢 红军我一直给各位的观念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观念 到底对不对 你慢慢的去印证 我相信我们不是那一种 这个地方呢 难道每天 拿涨停板来告诉你 我多厉害 红军呢 我不是神啦 我不是神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百分之百 我也不可能每天 带你赚涨停板 但是 我说呢 这个地方 我带你呢 买趋势的股票 我能够一路大涨小赔 我一路呢 能够带你呢 大赚小赔 我相信各位 那时间的拖长了 我相信 能不能够呢 带你赚钱 那你的财富呢 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倍增 我相信你慢慢的等着看嘛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的股票呢 如果呢 一档一档 接着一档的往上拉的时候 那你可能又去找那种 跌身弱势反弹的股票 持续在破底 那我们的家族成员呢 又数钱数到呢 所抽筋的时候 那你可能又跑三点半 跑到什么 腿会酸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里一来一往 一定会差很多 所以各位 我相信呢 那我们带你买之后 那你看 休息一天又拉到涨停板 昨天押回来 我跟各位讲 拉回趋势不变 对不对 拉回趋势不变 拉回再加码 今天各位 今天各位 Oh my God 在盘中 有没有呢 拉超过呢 6%以上 差一点又拉到涨停板 所以强势股 他自己会照顾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 红军呢 我负责呢 把这些趋势的股票 帮你抓出来 那我相信呢 这边用时间去换取空间 到最后 谁胜谁负 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都可以印证的 我们不是说这个地方 难道有来告诉各位 那这辆股票 那有多厉害 也不是啦 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地方 你除了要产业以外呢 那这辆股票 投资朋友 它的趋势在哪里 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说 接下来 在9月份 你如何呢 要做好准备 因为第四季过后呢 通常呢 都是一个资金的一个行情 所以 未来的第四季 的一个资金行情呢 你要如何的一个布局呢 那相当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希望 投资朋友 你要如何的去抢先 卡位9月潜力股 这很重要 我相信 最近呢 我们已经帮各位呢 事先的做好规划 那这些股票 而且呢 我们把研究报告 那也送给你 那这个股呢 你在印证 我相信呢 投资朋友 那一转眼 才几天而已 又股票呢 拉上跟涨停了 所以 我们就帮各位找的这些呢 高成长 高获利的 而且呢 在整体的一个产业呢 它是一个呢 爆发性的一个成长 我相信这才是呢 真正我们要给各位的 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 我说呢 你要如何的来抢先 卡位 这9月的潜力股 相当的重要 那下半场 我们跟各位提到说 那接下来 今天呢 在整个新药 生计新药 包括呢 二类一彩 它的利多出来的时候 那哪一些股票 它的一个受费呢 才是最大的 我们等一下回到现场 我坚持在一千多坪的 纯住宅区 只盖一栋建筑 为了追求 最好的生活品质 你的邻居 四万坪公园 中港立体 亚新盖房子 放心一辈子 一户一梯梯 亚新向上 85218111 在秋末的午后 花两小时 为自己的投资 吸收养分 气准全命中 升级 第三方支付 新F4之后 轮运投顾红投资长 邀您一同抢先卡位 9月潜力股 8月24号 星期六 下午2点半 在台北 作为有限 请先预约 立即播 02-7725-8899 轮运投顾红投资长 2013年 全新研究团队 并持专业 良知 认真用心 强调服务 负责 迅速积极 现场先知先觉 永远领先 蓄赏知觉 坚持好进好出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深入产业面向 刮掘潜力标普 目击拖断底部 复制成功模式 善用短线价差 累积人身财富 轮运投资 资互增线 02-7725-8899 在秋末的午后 花两小时 为自己的投资 吸收养分 气准全命中 升级 第三方支付 新F4之后 轮运投顾红投资 市场 想要您一同抢 先卡位 九月简利股 8月24号 星期六下午 两点半在台北 作为有限 请先预约 立即播 02-7725-8899 头痛 请用五分钟 李财周刑 李财周刊13岁生日咯 周年庆期间 好康不间断 8月份 李财周刊大回馈 杂志原价220元 现在下沙168元 让您现审52元 轻松 李财一路发 乡亲请洽 02-2392-6680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欢迎回到现场 为什么红军我在一个产业里面 我能够去锁定在 它一个整个波段的行情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地方 然后随便抓一个产业 然后这个地方 随便来呼隆各位 也不是 其实我们是有多少资料 讲几分话 从去年8月底 我们跟各位讲 生技新药是主流到现在 我现在在低档 红军我带你切入 来到高档 我带你出之后 那我们也是在等到 另外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在整个国际 国际的整个生技的一个指数 它持续在创新高 所以生技这个地方 那当然 你一定要看的是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布局 而不是在短线上的一个布局 所以我说为什么 我们能够在去年 像亚洲之星的基亚 带各位大转一整段之后 那到今年 各位你看到 到6月份 那我们再带各位来切入 二类的衣材 那到现在 你也验证到 从疫苔 包括从唐年 这一档接着一档 同学朋友 你都是在低档 跟我们持续的一个验证上来 那接下来8月 8月底台日将要签署 所谓要事合作 那当然我们跟各位讲说 唐年是最大的受贿者 那未来呢 这个地方呢 在台湾跟大陆呢 他也要签所谓的一个要事合作 我相信呢 在生计的一个利多呢 越来越多 但是你要去掌握到 是最有机会的一个个股 我相信各位 唐年呢 第一家呢 跟日本 对不对 食药集团 他做 所谓的一个策略联盟 我相信呢 各位 当时在低档 同学有没有呢 叫各位 跟我们一定要在低档 你要做好准备 后来 你也看到 一天一天 运证上来 到 之后呢 各位你看到 唐年从低档 这一路到这里 你看 已经事成了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能够先赚这四成的话 那你是不是呢 利不败之低 所以 股票涨多利多出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而拉回来的时候 你又要怎么做 对不对 虽然呢 我们103加码 那被短套 OK嘛 对不对 低档呢 我们已经先一段 拉回来 我说趋势没有改变 对不对 我说拉回 我们要继续买 我们要继续买 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说 那拉回呢 那你又去错过了 那一个最好的一个买点 如果说唐年 你说老师 它已经涨四成 已经涨四成 我不敢买 我拉回 我不敢买 因为涨太多了 那我说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呢 像这一种 已经在高档整理两个月 那我说呢 在整理已经收敛到末端的时候 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 它的获利 各位 比去年成长五倍 上半年EPS创历史新高 下半年的这一弹量 还可以成长10% 来 我说拉回来敢买 未来的机会 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才是最大的 我相信今天各位 你看到汪王的加持 二类一彩利多 但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相信各位 7月3号 你跟我掌握了这一档 对不对 大反在压回的时候 我说这一种底部电高的股票 来 这一档叫液态 那第一个阶段 有没有先帮你赚到 拉回来再买 对不对 我说呢 回撤缺口 拉回敢买 那现在投资朋友 我相信呢 他是不是又拉回来了 是不是又来到高点了 所以呢 他整理之后 他会不会再创新高 我们等着看 来 我说呢 液态里面做到这一档 这一档 有没有比大盘强 有没有比玉金光强 所以 我说这一种股票 你在低档的时候 你要赶快跟我们来买进 来到末端 我说呢 你一定要赶快买 你不买 各位你看到 是不是拉到涨停板 即使哦 创新高压回来 我们跟各位讲 拉回不变 拉回再加嘛 今天呢 各位 有没有拉红棒 再创新高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 每天呢 帮各位呢 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功课 那我也希望说 在这些股票 他现在还在低档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不要等到说 真的大涨了 那你再来买 可能呢 投资朋友 你都买不下手了 对不对 最近我们跟各位讲说 现在中概这一块呢 因为十一长假 他提前的一个拉货潮呢 那你也要掌握到 而且我们看到说 在整个上证指数 各位你看到 他也是在低档的 慢慢的往上去垫高 所以大陆呢 这个地方呢 扩大内需 充施信息的一个消费 所以我说呢 这里 F系列的这些股票 自F呢 茂年之后 我相信各位 那我们帮各位找的 这F系列的股票 向F经历 我相信各位 这一个最好的一个买点 你如果去掌握 后来各位 是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那这一档呢 我相信 如果说 你来拿 你来拿 这一份呢 研究报告 对不对 经历你知道的 来 各位 那这一档呢 我相信最近 哇 很强对不对 非常强 1589的F永贯 来 这是不是呢 我们跟各位讲的 整理完了 再涨第二波 是不是呢 1589 这边1589 你掌握到 各位来 你看第二根 对不对 即使呢 上礼拜 创新高压回来 我说呢 再买它一次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有没有呢 拉出了三根的掌停板 我相信这个多事呢 我们事先呢 告诉各位 就是要各位呢 去做好准备 来 这一上一期的理财周刊 我相信各位 你看哦 8-14号 当时呢 51块 4毛钱 我们跟各位讲 永贯呢 受费在哪里 能源 在注售的一个产品 它是持续成长的哦 对不对 所以这内容 我们不多讲 我们只是告诉你说 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能够去掌握到 一档对的股票 我相信各位 你再看看 对不对 能够怎么赚 能够怎么赚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说机会 你要如何的去掌握 相当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说 在这里 你要事先做好准备 如果呢 抢先卡位呢 9月的一个潜力股 很重要 红军呢 我不喜欢说 难道股价大涨了 再带你来追高 我喜欢在低档布局 而且呢 我们产业呢 那我们会持续的 帮各位呢 其实来做一个规划 所以在9月份 红军告诉各位呢 中概逆须这个机会 你真的不要错过 那这个礼拜六的见面会呢 我希望呢 你要赶快呢 跟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掌握的一个动作 我们明天同学间再会 明天要装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明天要装 理财周刊13岁生日咯 周年庆期间好康不间断 8月份理财周刊大回馈 杂志原价220元 现在下沙168元 当您现身52元 轻松理财一路发 相亲请洽 0223926680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在春末的午后 花两小时为自己的投资 吸收养分 气准全命中生计 第三方支付新F4之后 轮源投股红投资长 邀宁一同抢先卡位 9月简利股 8月24号星期六 下午2点半在台北 作为有限请先约 029波 0277258899 轮源证券托付 以打造台湾 成为理财幸福岛为最大面景 为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呼吸重心 延览业界顶尖的分析师 绝对值得您用信任托付 让最懂理财的团队 替您做好精准的分化 找出最佳的买卖点 帮您赢得灿烂的余生 轮源投股 制服转线02 77258899 77258899 预防狂犬病请提高警觉 如何预防被动物咬伤 一不控除野生动物 二不减食生地的野生动物尸体 被动物抓咬伤 请遵循 一记二冲三送四关 一保持冷静记住动物特征 二以肥皂清水冲洗15分钟 并消毒伤口 三静速送医评估 四观察动物10天 到哪里就医呢 各县市都有疫苗储备医院 请洽疾疾病管制署 1922防疫专线 用心的微笑 含蓄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缅腆但温暖 细心的微笑 低调但实在 真心诚意 只为了让你满意 我们有信心 让你好放心 微笑MIT 值得信赖 请不吝点赞